桃園航空城集結了6000位民眾 為2018年WINS FOR LIFE路跑蓄勢待發 不過仔細一看 天色不像是清晨為亮 反倒是日落時分 賽事因應全球87個國家同步競賽 所以台灣區在晚上七點開跑 而比賽最大特色就是沒有終點線 只要不被30分鐘後 出發的終結者車給追上 都能繼續前進 獨有的賽制連時代與好手也前來吵聲 我們平時也是會有跑 但是我們跑的是速度類的 跟這種耐力類的不一樣 蠻流行路跑的 所以我覺得來體驗一下 現在大家路跑的心情 大家都以為溜冰的很會跑步 其實沒有 不要第一個被車追到就好 我們剛剛已經在私底下湊一團了 就大家一起一起跑這樣子 看誰先掉 然後就開始慢慢放速 相信兩位好手 如果出現在運動賽場上 應該有不少人氣 但是今天的場子得看這位水水 一線聲就讓跑者們陷入瘋狂 爭相合照 他是第一屆台灣區冠軍王以文 今年不追風 改作證CatcherCart的他 經驗分享 鼓勵每位參賽者全力以赴 我原本報名的時候 我只是想說把這個比賽當作我的練習的一部分 那後來是因為已經就領先了 所以就要一直跑下去 我覺得配速很重要 他其實大會的官網有一個小工具可以讓你計算 你如果想要跑多遠 你大概要用什麼樣的配速去跑 如同鐵人之花所說 並非專業跑者的他 當初能奪下冠軍也是意外收穫 呼籲每一位跑者在運動中享受樂趣 另外主辦單位也會將報名費全數捐給 脊髓損傷基金會 讓參賽者的每一步都跑得更有意義 外田雲新聞 黃仁浩 王敏恩 採訪報導 就知道